世界盃足球赛的最新战况 我们来告诉你 今天是乌拉圭出战英格兰队 而乌拉圭靠着商与付出的 苏亚雷斯独进两球 最后是以2比1立刻英国队 而英格兰在前一场输给了意大利 在D组连两败战机垫底 他现在也濒临遭到淘汰的边缘 好 那至于呢 哥伦比亚在C组以2比1立刻象牙海岸 目前累计两场胜差 积分6分最高 是C组最有可能会抢进16强的一队 不过书家象牙海岸 还有可能会借由下一场大胜 挽回晋级资格